产业道路破损不堪 路面崎岖 车辆行径一路上都摇摇晃晃 台东沙轮溪水大溃堤 冲断道路把下游村民吓坏了 沙轮溪洪水爆发灌进世家园 一颗颗大墓世家 十月正值产季卫生 今年最后一批几乎都被打落掉在地上 农舍机具都被泥流冲毁 产季伟生农民的心血功亏一篑 暴雨肆虐遭殃的不止是家园 宜蘭的金棗原也因连日大雨 果子薄瘦水害摧残 农民心疼捡起落果 原本下个月就能采收 如今果伤严重 预计损损失超过五成 整年心血付诸冬流 农民看天吃饭尽管心中酸苦还是得打起精神 部分地区农民无奈清理果园 损失金额还无法补济 三立新闻综合报导